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 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來玩我們妖怪大戰爭囉 那這邊的話呢 哲平終於把我們的金寶刷到 只剩下最後一關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挑戰我們最後一關囉 那在挑戰之前呢 最近的話 我們的妖怪大戰爭啦 又有一個新卡池出現啦 那這個新卡池的話呢 除了我們之前有 可以抽到我們這個狐仙女以外呢 還多了一隻狸貓喔 所以這一次的話呢 哲平就來拚一下金券的運氣吧 因為我這邊的話 已經沒有多餘的石頭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有兩張金券 來看一下是不是能夠抽到我們的新妖怪囉 其實我還蠻想要看一下能不能抽到 其他的超級妖怪的 好 沒有妹妹 沒有妹妹的話就代表沒有啦 QQ 呵呵 是誰 又是蛇女 這雖然是一個妹妹啦 可是 我還是比較想要另外一隻超級妖怪喔 來 下一抽 有沒有妹妹呢 妹妹出場吧 好沒有 哇 看來金券真的沒有那麼好抽喔 所以這一次的話 又要共孤囉 小聲 好沒問題 那再來上一次 有一些觀眾跟哲平講說 那哲平要不要把一些妖怪 因為有一些妖怪其實他已經是可以進化的喔 那哲平這方面的話呢 我們把我們的隊伍裡面的妖怪 基本上都已經進化到最高等級了啦 來看一下能不能來打一下我們最後一關卡喔 然後進化之後呢 大家都變得還蠻可愛的 蠻有一番風味的喔 不過這邊還缺了幾本書喔 所以就還有一些沒有進化 比如說我們這個松的精靈就沒有進化 還有我們這隻 之前說很坦的一隻角色也沒有進化喔 不過其他的話基本上都已經是我們的二階的狀態啦 連大家一起推薦了我們的Hikakin也是二階的狀態喔 那Hikakin的話呢 這邊的話 為什麼他每一隻角色都要長這個 長這個樣子呢 還蠻好笑的喔 那這邊他的能力好像有什麼關於死前不活的東西喔 感覺是可以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用這套隊伍來打一下我們這個 妖怪大戰爭的最後一關卡喔 不是西表島喔 叫做什麼...什麼港喔 來看一下 最後一大關就是我們的... 進港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要來挑戰我們的進港啦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加速跟我們的那個自動放怪給用掉喔 進港 那50題 最後一關卡囉 那接下來的話應該就有更多的其他一些外賺可以打了 因為之前都在卡在刷金寶啦 那這次把我們的進港打完之後呢 應該就沒有問題囉 好 進港也可以出現的是我們的小灰色球球喔 那感覺真的小滴人的話好像也有各種的屬性 那看來這個的話應該就是一般屬性的意思喔 那黃色的話應該就是圖屬性喔 然後可能黑色的話就是木屬性之類的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我們的最坦的 我們的小小的鬼太郎出出來 一樣就是我們基本三號組喔 烏鴉再加上我們的這個SP妹妹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鬼太郎 那這邊的話進化之後呢 我們SP妹妹好像會放出貓女喔 是不是喔 大家有沒有看過鬼太郎是部部動畫 還是漫畫 他裡面會有一隻貓女 就是這個喔 很可愛喔 在抓人 那這關的話一開始就只有出現我們一大堆的這個不倒翁啦 那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段時間的話呢 先存一下我們的錢喔 喔 看到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木屬性的小灰怪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各種屬性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的話 就可以先這麼理解喔 目前的話哲平是這樣理解的喔 好 這邊的話拍出一隻Hikakin喔 大家看一下 進化過後的Hikakin是不是比較厲害一點點 這邊也放一下大招 開墊啦 哇 一墊就直接把他們全部給墊死欸 哇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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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kakin Dosu-san喔 你怎麼沒有做事 不過這邊的話呢 被我們的超級妖怪 徹倫道 進化二階 直接給他噴火噴死喔 所以 徹倫道應該是 因為他畢竟是火屬性嘛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專門打我們木屬性的角色 所以 然後他打剛剛那個木頭 應該是必須的好不好 所以 應該是有一些能夠理解的狀態 就是比如說 呃 徹倫道就是不得 用火烤那個木頭的阿 然後 還有哪一些角色是不得 啊 用水澆泥土的阿 應該都有這種理解的概念喔 好 我們這邊已經出了我們最強的超級妖怪 我們鬼太郎電車啦 那後面的話呢 繼續再出我們烏鴉跟我們的那個坦克鬼太郎喔 那也可以再出我們的那個車輪道 因為車輪道的話呢 他是一隻火屬性的角色 應該是能夠燒我們木頭的喔 好 目前已經快要來碰塔了 不知道碰塔之後呢 會出現什麼東西喔 這 畢竟是最後一關 應該有一隻大魔王才對喔 哇 難道是噴噴老師 喔 這關的話呢 呃 事先出現了這個 鏡子伯伯 喔 這邊這個感覺好像小帝王的手喔 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阿 各位 來 開一下我們的大招 嘿 直接電飛 那這關的王會不會就是他呢 可是目前來說他還沒有看到血量 所以應該有可能不是他喔 因為畢竟 有王出現的話地板上是會有血量的喔 那剛才這隻只是其中的一隻小怪而已 趕快繼續點我們的妖怪喔 松的精靈給他出出來 然後烏鴉也給他出出來 不過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經濟也是有點缺乏啦 所以盡可能還是把我們的錢包給升滿 好 目前已經滿到MAX5500魂了 就看 準備來打這個鏡子了 鏡子趕快被我們打死之後呢 應該就要來面對真正的王了喔 嘿 開始碰塔了 開始撞塔了 感覺王要出來了 目前趕快繼續點我們的妖怪喔 反正我們這款遊戲的話其實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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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這隻王 骷髏頭啊 我的天啊 那這骨頭的話看起來應該是一般敵人喔 他的血量在下面感覺好像都還沒有打到他 因為感覺他的血都沒有在減少 這邊用電的話呢可以電差不多 1% 64 所以開了64次我們的大妖宿 應該就可以把他給電死了 所以這邊還是努力先把陣線給扛住喔 哇塞 這骷髏頭也待大隻了吧 呵呵 哇 那這邊感覺好像他的攻擊力也是頗高喔 這邊長長我們一巴掌 我們基本上整隊就要毀掉掉了喔 好 這邊可以出第二台的我們的鬼太郎電車喔 應該就給他出出來 但目前來說比較麻煩是因為我們這邊的角色啊 其實吸引時間都還滿長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很容易就混滿了 因為我們這些角色的吸引時間太長了喔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話呢 之後如果要打一些關卡 還是可以把一些比較低費的放上來喔 哇塞 我的天哪 這邊的話呢 加油加油 那其實我們這邊費位很高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還有一隻我們的增加SP的那隻女生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費永遠都是很高的喔 那看來這關的話應該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應該都可以把它給解決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大型褲頭是走不過來的喔 那走不過來的話應該就是好事情啦 那這邊的話 如果待會還有下一些就是打太久 有一些什麼黑熊的話呢 那可能就不好應付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我們打這隻角色 幾乎都打不到啊 沒有什麼太特典工具的一些妖怪啦 我比較麻煩一點點 只能用我們的大妖宿來打他 可是這邊的話 白尾夜行的話 也到不到他那個地方喔 所以就比較可惜一點點了 在想說要不要考慮把他放回來打一點點 喔 我剛剛好像是有打到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們的骷髏大怪獸 只剩下一半的血了 應該是有打到他 太好了太好了 哇 可是我們這邊 電車直接被他打爆了 看來不要打到他會比較好 因為打到他的話就代表我們也會被他打喔 所以基本上 感覺好像不要打到外面比較好欸 不然其實你看我們大電車 我們剛剛好像派出兩台欸 兩台都爆炸了 這邊只能靠我們的那個 妖怪們了 妖怪妹妹 哇 後面那個鏡子人還在欸 所以鏡子人基本上都被我們的那個妖怪骷髏頭護著喔 比較麻煩 哇 這隻大王 真地有點厲害啊 打了有點久啊 這邊的話盡可能的等我們的那個 妖怪電車先CD好 哇 這遊戲真的 CD有點慢 不知道之後可不可以讓他們 就是增加一些CD速度時間的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應該已經快要到三分之一了 已經快了快了 加油 鬼太陽電車 出發 發車囉 應該沒問題 再加一個大妖素 大妖素的話基本上已經變成我們的攻擊武器了 所以我今天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先把大妖素練起來喔 先把他練到十等或是滿等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這樣的話 打一些王的話呢 你擔心有妖怪打不死他的時候 還可以用我們大妖素來消一點血喔 也是不錯的喔 喔 這邊已經快要到三分之一了 加油 好期待打贏他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這隻骷髏頭 真地好大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快要可以把他給打死 因為剛剛發現他的血量有在聚減的感覺了喔 加油加油 還是我們可以直接烘塔呢 能不能直接烘塔 這邊感覺就是把那些小妖怪打死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骷髏頭就會暴露在我們的攻擊範圍內喔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把他給解決 這邊有感覺 這邊直接在剩下差不多兩下 還是一下就可以把他給KO的感覺喔 應該是沒問題的 大概是兩下大妖素就可以直接把他給收掉了喔 加油加油 繼續出我們妖怪 那下一隻的鬼太陽電車 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喔 這邊就出個Hikakin吧 喔 Hikakin這邊的話好像是 他的那個變臉階段之後呢 他好像是可以幫他擋住一次攻擊 然後讓他復活耶 聽說觀眾有說Hikakin好像可以復活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趕快把Hikakin練起來 而且現在活動還在 趕快把他刷起來喔 這邊開了一個大妖素之後呢 直接把我們的骷髏給打死了 所以基本上這關卡應該是沒問題 而且打很久之後也沒有發現出了什麼事情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像出什麼黑熊之類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可以把這關給解決囉 趕快開一隻 我們的妖怪電車出來 他的血量現在已經在剪了喔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鏡子的話呢 從頭到尾都毅力不了在那邊耶 他會莫非才是真正的王啊 感覺他才是真正的王的感覺喔 好這邊的話只剩兩萬多啦 應該是沒問題 可以把這關給帶掉喔 打起來打起來 那這關的話呢我覺得 其實難度的話 因為不太知道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妖怪都已經升到二階了 所以感覺應該不會太困難啦 感覺是沒有問題的 OK 終於解決完我們第一張啦 那這個的話 一樣跟我們的貓咪大戰爭一樣 都有一個片尾的一個預告喔 那大家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看一下囉 好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第一張打完之後呢 還有我們日本片第二張喔 那之後的話也會繼續打下 這邊的話那個蛇女好像在第二張耶 那個會爆炸了 哇感覺有點危險啦 那外傳的話 這邊也有東西可以打了 所以之後的話呢 哲平會再拍來給大家看看喔 那你有什麼一些推薦的角色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叫哲平去抽一下喔 那剛剛的話打贏 好像還有一張金券 我們就來再拼碰一下手氣吧 呃 拜託 妹妹登場 呃沒有好 沒有妹妹 就是 就是 就是垃圾 好 一隻眼睛 不會還是機稀有妖怪啦 機稀有妖怪還是總比我們的稀有妖怪好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邊啦 大家都打到哪裡了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囉 那你們有沒有一些比較推薦的角色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給哲平囉 那麼先進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點喜歡 就是喜歡哲平頻道的卡丹鐵喔 那下小鈴鐵就不會透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哲平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啦